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七零玩法现在上线正式服两天了 那本期视频为大家介绍一下七零的各个速刷阵容 还有讲一下刷这个名气石的技巧 怎么样刷到更多的镇木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打小怪的阵容 阴帆灰叶击火灵极限爆伤 神舵八旗大蛇迫失荒骷髅不超新 炼狱瓷木童子海悦火域荒骷髅 后面两个山兔带的都是一念火域魂 两个山兔都带一念火是为了神火 这样一来即使灰叶击不行动 也有足够的鬼火让炼狱瓷木童子放出海悦火域大招 如果没有双一念火山兔 那灰叶击要速度快点上来行动才够火 不过小怪这种其实不重要 小怪只是个影子 葛那挂阴柄把七零挂出来就行了 只要可以挂到小黑 还有挂到镇木兽这两个七零 我们基本上可以利用小黑镇木兽 实现它们的涌动机循环 接下来就是本期速刷名气时的核心内容了 我们在抓镇木兽和抓小黑的时候 是有速刷阵容的 用速刷阵容把它们打败之后 故意用成功率最低的球去抓 这个时候极大概率是失败的 而在连续失败八次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师球 必定抓服七零 还会得到一个名气时 可以指定召唤一个想要的七零 而在之前七次的失败过程中 我们能够得到的商店道具 也比刷小怪要多 所以刷七零失败是比刷小怪 更加有效率的方式 已经有刷过探查的朋友们 应该也是有感觉的 刷八次探查能够出七零吗 不一定吧 但是打七零失败八次 就可以拿到名气时 而名气时是可以指定召唤一个七零的 其中小黑以及镇木兽 因为有速刷阵容 推荐大家可以多刷它们多失败 而遇到刺球和火灵的时候 因为这两个皮操热厚打得比较慢 要不然就直接扔大石球把他们给收了 要不然就把他们给放了吧 就不要跟他们耽误太多时间 还是把时间用来刷小黑 用来刷正木兽 这样收益更大一些 OK那么介绍完了技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各个七零需要准备的阵容 先来看一下速刷小黑的阵容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超新的银草 银草可以是散见的公公爆伤 也可以是树妖 用来回血驱散掉孽元效果的 然后是常规的阴翻灰叶击火灵极限爆伤 不见月带上屠佛 行动一下平A增伤 再加上两个输出 这两个输出最好都是虚左 双虚左最稳 像我这样一个虚左加上一个阿修罗 伤害是有一点不稳的 那我们来看一次实战 阴阳师选择神乐 技能锁定疾风 标记银草 银草上来两个大招 就可以把小黑附加的孽元效果给清理掉了 之后通过音乐增伤 让自己的双输出带走小黑即可 那因为我这边选择的是虚左加上阿修罗 所以可以看到 阿修罗动完以后差一点血没有杀掉 如果这里是双虚左 就直接一轮秒了 时间会更快一些 但我这个虚左阿修罗需要动两轮 也就二三十秒 也算速刷了 那如果做不出一轮秒的阵容也没关系 就把不见月和第二个输出 换成其他的奶妈 比如元节神花鸟绝 三个奶妈去解孽元 然后让虚左慢慢输出就行了 打的会慢一些也能打 再来看一下镇木兽的速刷阵容 镇木兽的速刷阵容 需要用到阴帆灰叶机和不见月 与刚才配置一样 还是火灵极限爆伤的灰叶机 加上屠佛的普攻增伤不见月 同时还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鬼王九吞 这个鬼王九吞速度一定要慢 队伍里面的尾速 带上满爆的棒筋 但是不要带太多神秘 面板神秘在两万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棒筋是为了保证 吃镇木兽一下全堆不死 刚好控血量 吃到王先生增伤的 阿修罗还有虚左和刚才一样的配置 虚左就带上尽可能伤害最高的御魂 引念最好 海月火玉网切也可以 因为镇木兽不吃白子伤害 所以不能带真女 阿修罗我带的是星眼荒骷髅 同样也是尽可能选择最好的御魂带 因为气灵这个本难度真的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镇木兽的实战 同样阴阳师选择神乐 标记我们的虚左 让虚左两轮疾风把伤害给打满 听说带双虚左的话 用齐鸣开心不标记都行 但是我没有练双虚左 用阿修罗还是需要疾风标记才能收走 不过这套阵容16秒也可以收走镇木兽了 打起来也还是蛮快的 OK那么看完实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做不出一轮秒的镇木兽阵容 如果做不出一轮秒 那么仪墨连或者鲤鲤金是必备的 不带真的会暴毙 初出还是选择虚左最佳 英范威业绩火灵极限暴伤 仪墨连或者鲤鲤金 带的是速度生命暴击的满暴剃魂 一定要满暴 满暴可以提升护盾量 第二个输出位置也是 有虚左选虚左最好 没有虚左就用阿修罗 或者静天欲走前之类的其他输出 最后再带上一个圆街神 既是奶妈也是增伤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火灵和刺球 刺球这边推荐带上一个白藏主 因为刺球真的很容易秒人 带个小白会更有安全感 鲤木连还是带上剃魂 速度生命暴击满暴 银番灰夜级火灵极限暴伤 输出位置可以用虚左 也可以用磁木 那我这里就带上一个磁木了 反正是来抓刺球的嘛 大家用虚左也行 最后这个位置我带的是一个仙女 仙女御魂就带上万弓 就是她常带的御魂 带仙女是为了给刺球破防 增加输出 再来看一遍打刺球的实战 主要思路就突出一个狗 银木连替魂再加上白藏主 这你能杀我我就认了 通过仙女破防可以增加后续的输出 时间在一分半左右可以收服刺球 用虚左应该会再快一点 最后再来看一下打火灵的阵容 打火灵需要带上流光追悦神 或者S2追悦神 通过收集鬼火可以破除掉火灵她的减伤 然后还是要带上一个替魂银木连 没有银木连就选鲤鱼金 因为气灵伤害真的很高 剩下两个位置还是双输出 我这里用的是虚左加上阿修罗 大家有双虚左就双虚左 没有双虚左就有什么上什么 然后还是带上了一个圆街神 用来增伤 那我们再来看一遍火灵的实战 这部分和刺球一样 其实没有太多可讲的 服打就是一个狗 只要全队能活下来就能慢慢输出 然后就可以把火灵给打掉了 所以护盾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带的 就算没有银木连也需要上一个鲤鱼金 光靠奶妈根本不行 火灵会给我方全体上尽疗 圆街神根本乃不出来 只有护盾才能保命 好了 那么关于气灵的技巧还有阵容 就为大家全部都介绍完了 那么现在目前来看 也就是带上星灭的镇木兽还算有用 所以大家可以多刷一些齐鸣的镇木兽 其他的玉灵呢 其实刷不刷都无所谓啊 那么本期的气灵攻略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